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,娱乐圈涌现了大批各具特色的美女,她们妩媚,清纯,或清冷的独特气质成为那个年代的标志。 在这个时期,有很多女星被赋予了玉女歌手的美誉,她们曾经宏极一时,但如今,她们的生活状态又是如何呢?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中几位玉女歌手的现状。 1.金瑞瑶。金瑞瑶出生于1963年2月13日,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戏剧系,是台湾玉女偶像的始祖。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间,她曾与歌手林慧平并称歌林唱片之双宝,屡获流行歌曲唱销排行榜冠军。 然而,金瑞瑶意识到单纯靠唱歌是无法长久的,于是与许安静合作成立了经典唱片。 辖客唱片,培养了梁朝伟、孙耀威等众多知名艺人。 孙耀威私下将金瑞瑶视为开启自己台湾演艺事业的恩师。 2013年,金瑞瑶的母亲去世,孙耀威专程前往台湾调研。 在事业上,金瑞瑶清楚自己的奋斗方向。 在感情上,她也很明确自己的需求。 金瑞瑶曾与欧阳龙交往,但最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。 2000年,正值事业巅峰期的金瑞瑶与演艺大亨许安静结为连礼,随后退出娱乐圈,与丈夫一起专心经营马术俱乐部,并照顾他们的儿子凯文。 金瑞瑶的儿子对农业有浓厚的兴趣,平时喜欢养甲虫。 可能是由于从小就在麻长等自然环境中长大,凯文开始在家里种植各种蔬菜。 经过父母的鼓励,凯文最终实现了自己种菜的梦想,并获得了丰收。 金瑞瑶和丈夫对儿子所热爱的事业非常支持,希望他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凯文不仅对农业充满热情,还涉猎了伸缩喇叭,更以学校比赛第一的成绩奥利擂台。 未来,金瑞瑶夫妇计划在儿子高中毕业后,让他出国留学。 除了精心培养儿子,金瑞瑶自己的保养也做得相当出色。 2019年,金瑞瑶在一次公益活动上曝光体重仅有47公斤,引起众人惊叹不已。 之前媒体还曝光了金瑞瑶早前参加活动时的打扮,他身穿黑色无袖小礼裙,露出迷人的香肩和锁骨,妆容精致但笑容略显僵硬,脸上有少许皱纹。 在苏明渊的演唱会上,金瑞瑶难得现身为其加油打气,他一头长直发,配上奇眉的刘海,现场时尚又别具一格,纤细的身姿令人赞叹不已。 网友们看到金瑞瑶如今的模样,纷纷评论他依然是玉女掌门人,58岁了仍然保持着如此精神风貌。 金瑞瑶在事业鼎盛时便悄然隐退,如今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,现年60多岁的他依旧焕发青春,保持着完美的身材和气质,令人不得不感叹玉女始祖的称号当之无愧。 2.林慧平 林慧平出生于台湾基隆,家中有四个兄弟姐妹,几乎是由母亲一人拉扯大,林慧平对未来早有规划,高中时就开始在市里的民歌餐厅助唱谋生。 18岁时,他参加了一场音乐比赛,并签约了歌林唱片公司。 林慧平皮肤白皙,笑起来脸上有两个小酒窝,时髦的小卷发更显得他青春洋溢。 19岁时,凭借一首《网西》,他以青春玉女的形象正式出档。 随后,他发行了几张专辑,迅速走红。 这时,林慧平和情歌王子江玉衡展开了一段地下恋情。 两人是在一次演出上相识的,志趣相投。 林慧平被江玉衡的才华吸引,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。 当时的林慧平在公司的塑造下很快成为了玉女偶像。 但偶像形象要求清纯,公司不允许他谈恋爱,至少不能公开。 因此,林慧平只能将他与江玉衡的热恋深藏在心底。 两位当红歌手很容易在同一档节目中相遇。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, 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 尤其是到了最后,林慧平爱得艰辛,但依然义无反顾。 然而,命运往往让人感到事与愿违。 最终,他和江玉衡的感情未能开花结果。 1998年,林慧平告别了歌坛,独自前往美国深造音乐。 当时他已经35岁,而在美国,他结识了媒体人攀驳照。 两人不仅陷入了热恋,还很快组建了家庭。 两个人当初走到一起的时候没有拍结婚照,没有举行婚礼。 但在林慧平看来,这些仪式都是无关紧要的。 然而,他也曾有些遗憾地表示,母亲未能见证她与丈夫的婚礼。 在洛杉矶,她与丈夫过着平静的生活,头两年几乎不再涉足歌坛。 然而,2009年,林慧平与潘伯赵离婚。 事后,潘伯赵在洛杉矶的公司员工爆料称,两人离婚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。 离婚手续办理完毕后,林慧平整理行李返回台北。 如今,林慧平依旧单身。 她坦言,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看书、看电影。 假日时在与亲友聚聚。 她表示享受这种独自生活的状态。 3.杨琳。杨琳,原名杨依珍,生于1965年,是80年代的女歌手。 她曾发行专辑《把心留住》、《玻璃心》等,还受到了著名导演侯孝贤的青睐,被邀请出演电影《倪罗河的女儿》。 杨琳的美丽让人心持神亡。 尽管在事业上没有大红大紫,但她那极具性感的嗓音,使她在那段辉煌岁月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绝代芳华。 最初,杨琳的定位与她的个性不太相符,这使得她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能量。 然而,在受到一位高人的指点后,她开始走上了玉女路线,重新找回了自我。 因此表现也变得更加从容,事业达到巅峰时,杨琳与棒球手陈一信义无反顾地陷入了一段甜蜜的恋情。 然而,谁也没有料到这段恋情最终以悲剧收场,双方阴暗生恨,甚至遭受了最大的羞辱。 尽管这段失败的感情没有让杨琳气馁,她在转年与影剧记者林玉明交往,但却发现两人在很多事情上存在着太大的分歧。 随着一连串感情的失败,杨琳在推出了最后的个人单曲《纽扣》后,选择了沉寂,过起了另一种人生。 就在这时,她与律师王元勋展开了新的恋情,两人甚至一度谈到了结婚的地步。 然而,母亲突然离世的消息打乱了一切,让她不得不推迟婚期,全身心地处理母亲的葬礼。 在她极度需要安慰的时刻,却未能在男友身上得到一丝温暖,最终导致两人分手。 2003年的夏天,出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,杨琳宣布, 无限期退出了演艺圈。然而,2016年5月,年近50岁的杨琳在街头遭遇车祸,受伤被送往医院抢救。 这一事件使得昔日的玉女歌手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 自那以后,她几乎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,也很少有消息传出。 4.李碧华 2021年10月,一张李碧华与金佩珊的合照在社交平台上曝光。 他们看起来十分开心。 然而,李碧华身穿黑色上衣,低调的打扮展现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风格。 李碧华开创了男女对唱的曲风,带来了新语,感恩的心等快智人口的歌曲。 如今已经发行了超过50张专辑,她独特的嗓音也给许多歌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年轻时的李碧华,不仅身材窈窍,外貌也别具一格,清传而动人。 在那个年代,男女对唱的歌曲并不多见,但她与罗吉正合唱的神话,却让她迅速走红,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女神。 然而,随后她因为步入家庭而退出了歌坛,已经销声匿迹二十八年。 这让许多粉丝深感怀念,迫切想了解她的近况,希望她能够再度付出。 事实上,李碧华最大的心愿就是组建一个家庭。 在好友邱海正的牵线下,她认识了经商的陈昭泉,两人于1994年结婚,并育有一对子女。 她毫不迷恋地挥别了美光灯的生活,回归家庭,过着简朴低调的日子。 结婚至今二十八年,她从未有付出演艺圈的打算。 多年前,有媒体目击到她接送小孩,独自修车的场景。 由于经商的丈夫经常不在家,几乎由她一人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。 孩子们甚至是通过老师的口中,才得知妈妈曾是当红歌星。 尽管家境富裕,但她却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惯。 甚至在处理孩子事务时,还坚持开着十多年的国产老车,生活低调朴素。 如今,已经61岁的李璧华依旧保持着当年的古典美人气质,优雅细腻。 虽然只能通过过去的表演片段来回味,但许多粉丝仍然希望能够再次听见她的歌声。 岁月让她们优雅老去,也让她们变得更加有味道。 这四位育女明星现状虽有差距,但她们已经找到了生命中的发力点,成为了如今更加成熟,知性的自己。 祝愿她们未来身体健康,一切顺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